義大利文化就是抽學價 他捲學價 一個好朋友在公司上班 他就是固定每一個月他可以請這個價 就是他有一整天的價 而且有完全的薪水 最早是我們也可以請 捲學的家 像我以前在俄羅斯公司上班的時候 我發現我一個男同事 他就是常常會跑去捲學 而且就是老闆要跟他付薪水 一整天的薪水 所以他早上就是如果不上去公司 他趕快去捲學 像我同事以前說他老婆要生小孩 我想說恭喜你 你是要去陪他嗎 對啊 我下午請假 然後我要去陪他10天 真的要生的時候 就那一段時間 媽媽可以請 爸爸可以請10天 還有 額外的480天 生個小孩之後 生個三胞胎五胞 那等於終生縫已經領到 對啊 終生養你五年耶 對 台灣遇上國定廉價千載難逢 但在老外眼中卻不算什麼 今天聯合國代表們 就要來公開 究竟在各國有哪些禮服假日 一年甚至可以爽放半年以上 其實在各國好像有一些 比較特殊的休假規定 今天就是要讓大家聽聽看 讓我們又羨慕又忌妒 你們有沒有什麼休假的規定 有 我覺得因為瑞典嘛 大家都知道瑞典真的是很棒 富力又好 那其實我當初是比較有發現說這個 是就千幾年啊 那時候我們就是安排一個 全家一起回去瑞典度假 然後那時候 安東他還沒有兩歲 所以那時候就坐飛機 他不用位子 所以我們就說 那就趁這個 這個時間 我們就去多一些其他國家嘛 去什麼英國啊 西班牙啊 法國啊這些 然後我那時候就跟 跟我的家人啊 全部都跟他們說 我們要回去囉 然後我們就要回去一個多月 大概五個禮拜 那我們就說 好 那五個禮拜回去 然後那時候我的養父 他就跟我說 喔 那那麼好 你們要回去 然後難得跟你們見面那麼一次 就是那我們一定要就是多 多一點見面嘛 那我就說好好好 OK啊 因為我們要去五個禮拜啊 要去一些不同國家什麼的 然後後來我們就到了瑞典 然後他就跟我說 欸 我安排好了 我已經請了五個禮拜的假 可以跟你們一起去度假 五個禮拜 對 五個禮拜 是他請假 還是老闆請他離開 我那時候就是這樣子 而且因為我弟弟 一個翻譯也是說 現在就是我們 本來安排的計劃 都是要安排好的嘛 現在又有多一個長輩 這個也是滿 滿頭痛的啊 然後我就一直都叫 什麼滿頭痛 不一樣 就 反正就是那時候 我就跟他說啦 你不用請假啦 就 你還是就是去上班啊 因為賺錢比較重要嘛 對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還是在賺錢啊 因為這五個禮拜 是都有 全新價 蛤 因為 因為後來 我也 我就開始多問了一起來 他是綁架了老闆的小孩子 沒有 其實瑞典的福利真的很好 法律上是規定 不管是什麼行業 你至少有五個禮拜的全新價 你可以這樣連續放五個禮拜這樣子嗎 連續放五個禮拜可以 一年喔 一年 每一年 你沒有用完 你隔一年也是可以就是多一年會累積的嗎 我們台灣是 台灣是第一年你有七天 第二年以上才有十四天 報紙你有沒有聽他說 第一年沒用還可以隔年累積 對啊 你第一年你五個禮拜沒有用啊 你就隔一年就有十個禮拜啊 所以我如果一直累積 會不會我有一整年都不用上班耶 因為他可以累積到五年 五年可以繼續累積 那如果累積五年之後對不對 就是假就是很長很長 然後突然間比如說懷孕 那是不是懷孕一定有那種懷孕又另外的 懷孕是有額外的 對 額外的是三百四十天 所以有很可能這一個人 大概一年裡面有半年不在公司喔 真的喔 但是 也有可能我請這位員工 但是我十年沒看過他了 沒有 因為其實不只這樣子 其實我們除了五個禮拜的全新價值外 我們請這個休假的時候 我們會額外補給你大概四分之一的薪水 是旅遊薪水 還有這樣子 對 就是你一般你每一個月的薪水之外 會有四分之一的薪水是多的 是只能給你旅遊的嗎 因為你每次去旅遊啊 你都要花一些錢啊 好爽喔 你從公司清假你要去玩啊 對 你需要錢 對 所以你的薪水 你還要有這個 這個就是補助的資訊 這公司怎麼這麼周到啊 好好啊 聽到這裡這家公司 我不想開了 沒有 其實因為瑞典 瑞典公司都是這樣子 而且 但是為什麼 如果你去瑞典的 比如說在夏天的時候 很多工廠啊這些 他們就是 整個夏天都沒開 因為大家都要請假嘛 所以整個工廠 就停了一下 就停一個多月 聽到這裡我們只能住瑞典 國運昌龍 國配嗎 你怎麼很痠的感覺 沒有沒有我祝福他 好祝福他 祝福他 真的覺得是瑞典的故事講完之後 突然我好心虛喔 但是呢 我們日本呢 比較特別是你看 請你們看 嗨 7月20號 海的日 這個是也請假喔 因為那個很多那個 這一天是日本 其實 日本啊 那個可以游泳 就是海邊 比如說國家館的那一種的地方 通常是7月18 或是19後再開 那就是意思是叫做 就是大家可以玩水的日子 就對了 所以這一次是大家 那個我們都請假 然後呢 接下來是9月23號 就是 我們那個 你們的有點像 清明節喔 清明節 對對對 那個祖先 謝謝祖先 然後意思是 那一天傳說 白天的時間跟晚上的時間 剛好12個小時 12個小時 意思是從那一天開始 我們日本的秋天開始 比較特別的是這個 1月14號 成年日 所以那天大家都要做一些 成年的事情 沒錯 你一月是假的 這個是真的 成年就是要休假 對 休假 而且呢 就很特別的是 比如說1980生的 比如說1980 那但是呢 問題是1月13號 14號嘛 所以有些人還不到那個 20歲 所以就是還在 有些人是19歲 因為我們日本人的 一年級 10月1號開始 所以 11月1號到3月31號的人 都是同學 所以而且是這一塊是 都可以參加這個成人日 然後呢 他們做了什麼事情耶 就是很多那個市長 這個也是我們想要表演 對嘛 是 很多那個市長說 恭喜大家 沒有人在聽 然後呢 現在問題很大 而且是比較鄉下的 大家可以喝酒啊 然後那個媒體來拍喔 還有 這樣包走出來喔 跟那個警察吵架打架 很精彩 真的非常精彩 而且 有些人還不到20歲 所以就是 那一天都被抓 很多人被抓 真的滿特別的 OK 然後接下來是 這個我覺得 我自己以前很不喜歡是 10月的 第二個 禮拜一 就是 就是 國家 推薦給大家 所以大家多一點運動 然後跟家庭 家人一起運動 但是呢 為什麼我不喜歡 因為那個時候 我小時候 爸爸很喜歡 帶我去巴山 我小時候那麼小耶 五歲六歲的時候 巴山 而且是 我很多次就迷路啊 我就很累很累 所以我很怕那一天 因為唱波性的 我覺得 爸爸也是 市政府的人嘛 他覺得 今天是 所以 後來迷路 你還是有找到回家的路嗎 一開始真的 真的是我大聲 救命啊 救命啊 然後爸爸在底下說 不要理他 不要去 不要過去 是想好了就對了 真的 剛剛好 我真的找不到路喔 然後爸爸跟我講說 山山迷路的時候 找一下水流 然後跟水流一起下去的話 一起沉入大海 對 我下去說海 這是哪裡啊 我去旁邊 旁邊你知道嗎 後來還好認識的人看到我 蛤 蛤 什麼 所以我們 所以聽起來怎麼是一個 遺器 對啊 日本我覺得就很令人羨慕 他們就從四月底到五月初 會有一整周的黃金周 然後如果你算好時間的話 那個黃金周會多達十天耶 十天 對 對不對 然後所以那時候去 我記得我有一次黃金周的時候去日本 我就發現很可怕 就平常三千塊的房間 那段時間變成 兩萬 就是整個長得非常可怕 然後因為所有的日本人 他們比如說去明年的黃金周 他們會在 今年就已經先訂好明年的假期 然後那個一出去 不是說一兩個情侶 或者是那個夫妻 是整家人 整個家族全部都出遊 然後 其實我那時候去 除了房價變很貴之外 開車在那個高速公路上 他們都是很守規矩的 一台接著一台 一台接著一台 然後都不會動 就車子都不會動 就整個塞在大型的那個 高速公路上面 就很可怕 你自己有在過這種黃金周嗎 我有一次去福岡 通常是坐巴士 因為訂不到飛機票 然後第二坐巴士 大概也很久了 你從台灣坐巴士到福岡 沒有 空井線 通常是四個小時 那一天我 超久 對 還是被你找到回家的路 還是回家 好可惜 真的 在韓國的話 韓國我們一年 就固定休息的 就節日是15天 但是我們15天 每個都是滿特別的 然後我們就是跟 我們也跟台灣一樣 我們有農曆 而且跟台灣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中秋節 跟過年都是跟台灣一模一樣 我們一模一樣休息 然後就是我們 我們還有一個是農曆 四月八號 是佛祖誕生日 對佛教的那個 他的佛祖的誕生日 然後就是我們那個 上誕節 不是那個夜守的誕生日嗎 我們上誕節也會休息 然後還有第二個是 開天節 開天節是 我們有一個韓國的生命 叫彈君 彈棍 他叫彈棍 他就是第一次兼韓國的日記 就是10月3號 然後我們慶祝他開那個 開國啦 對 開國的那個這件事 所以我們叫那個開天節 所以那算是你的國慶日嗎 對 我們的國慶日 我們都全國休息 對 然後下面就是韓文解釋 我們韓文 全世界只有韓文 知道誰會誰做 然後什麼時候公佈的 對 其他語言都不知道 日文什麼中文 英文都不知道 什麼意思啊 是誰發明了韓文 是誰發明 誰公佈 對 誰會做 誰發明了韓文 我們那個 我們有一個朝鮮是代表 世中大王 就發明的 世中大王 對 世中大王他發明的字 然後他發明完 要恐怖就國名嘛 我們做了這個字 你們都要用這個字 然後那個日記就是10月9號 所以我們10月9號是韓文解 OK 所以我們這一天也休息 然後下面這兩個日記 日記是跟日本有關的 然後我們就以前被日本佔領的時候 就是3月1號是 我們那時候就有一次抗議 抗議是很和平抗議 就是大家都去廣場 然後拿我們的國氣 然後就大喊 杜立萬歲這樣子 然後就是我們 杜立萬歲 對 杜立萬歲 對 杜立萬歲 沒想到杜立在韓國這麼受歡迎 然後就我們 我們國家就是慶祝這個運動 運動的這一天 所以我們就3月1號也休息 然後8月15號是我們就 拖了那個被佔領的那天 就光復節 對 光復節 就是8月15號也休息 所以我這個很好奇的是 因為我一開始來台灣的時候 就我上大學 就第一次聖誕節的時候 我因為是台灣也是聖誕節會休息 然後我沒有 以前啦 以前有啊 以前真的是你們那個年代有吧 以前是休息 對 所以我就是沒有去上課 然後老師記一下就是我那個旷課 然後這樣子 然後就後來就我想想 那台灣 因為好像是宗教的關係 韓國是最多的是基督教 然後第二個就是佛教嘛 所以我們聖誕節跟那個什麼福祖 什麼誕生日都休息 那台灣是道教跟佛教很多 那 孔子的聖誕應該會休息吧這樣 我就我自己想的 所以你自己在家裡 排你自己的休假表就對了 對 然後我就很好奇 問過很多台灣朋友 怎麼聽起來好像是一個失業的人 然後我問過很多台灣朋友 就孔子的聖誕是幾月幾號 然後很多台灣朋友不知道 然後就我自己在網路上查 然後找到就是9月28號 然後9月28號台灣的老師姐 教師姐 教師姐 對 教師姐 然後就教師姐 就沒有休息 我覺得有點好奇 為什麼就是孔子是華人 就是你們她的誕生日 為什麼沒有休息 是 對 還是我把內政部的電話給你 給你 那很多的節日好像以前 現在已經很多假都休掉了 不太一樣 對啊 都不太一樣 我們義大利有很多天氣類的假 比如說我們義大利有時候會下雪 那下雪的時候 在北部我們每次 每一年都是沒有辦法準備好 所以政府只能說就是那放假 像我們每次就是 明天有可能會下大雪 但是不確定 無法確定 可是政府又沒有辦法去 比如說弄那個什麼鹽巴在路上 但沒有那個預算 所以說那就全國都 等一下你們的國家 連鹽巴的預算都沒有 其實以上完了 這個蠻好慘喔 真的 不是都產一些松露鹽嗎 撒一些真的 一些松露鹽 這個我也沒有想過 不過我們講非常 因為就是不想想 因為放假比較簡單嘛 放假很簡單 而且其實我們也交非常多歲 跟你們一樣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就沒有福利 好可憐喔 他故事講一講 開始懷疑人生 對啊 後來所以就是 這一天我就超期待 就是明天有可能下雪 然後就是政府說 好明天下雪 停課停班 然後過了那天沒有下雪 所以大家都很開心 就是出去玩 台灣也常常這樣啊 台風下放 還有另外一個方向夏天 我是 兩年前我回意大利 然後特別特別熱 有到40度 然後有一天真的破了40度 政府前一天說 好 明天真的太熱 去上班很危險 因為我們意大利很多公司 沒有冷氣 像我 我在意大利工作的公司 沒有冷氣啊 對啊 直接停課 然後停班 然後 可是我在路上走路 我會覺得 台灣就是任何一天都比較熱啊 對啊 就隨便一天都比現在熱啊 上一次也是 去那個意大利的時候 那個什麼 熱浪 熱浪 就是剛好那一天就是 還好啊 我在那個意大利 其實真的還好 而且天氣比較乾啊 是不是 對啊 你們很誇張耶 反正可以休假 我們就休啊 就是 我們知道 但是歐洲熱浪確實 好像也是死了蠻多人的 有 而且因為他們那邊 比較真的都沒有冷氣 所以對他們來說 真的很容易會熱死 但是像我小時候 在加拿大的時候也是一樣 就是 加拿大地大 然後可是真的下雪的時候 有時候 這邊會突然下很多 然後那邊就說明不一樣 所以 他們不一定會說真的 就是 全國上下都會因為下雪 累積多少多少 就一定要下 就是不用上課 你以前在加拿大念書的時候 有遇到這種 有 我跟你講 因為你那時候去 因為台灣很少下雪嘛 對不對 像我那時候 我記得開學的時候 哇 下了這個 這個 都是雪 然後我想說 我就第一天 那我一定要真實一點 我就穿我最心愛的那一雙皮鞋 去上課 就穿這樣 沒有 然後 只要一過馬路 才一過馬路 因為過馬路那個 那個 他們也有那種小綠人 那類似的東西嘛 然後你就是要用跑的 一跑 摔著四腳朝天啪 難怪你的五官現在會這樣 摔到腳 好 然後我後來我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我求學的那種 那種求知欲很強 我想說我還是要去學校 然後我就這樣 一搏一搏的就去學校 然後去那邊同學看到我 我就覺得說 你怎麼會這樣 這樣 他們就覺得很 那個腳這樣不行 因為腳已經開始腫起來了 他們就把我帶到哪裡 你知道嗎 帶到不好說 帶到國術館 蛤 哪裡有國術館 加拿到國術館 也有國術館喔 他們那個 那種什麼扭道啊 鐵打筍商 他們也是去那種類似國術館 是那種那種 講廣東話的那種師傅在開的 類似夜問那一種東西 你知道嗎 那不就你本人嗎 梁師傅 對 我是梁師傅 然後就去去去 然後也是在那邊 喬喬喬了半個月才好 因為你根本沒有那種經驗嘛 因為上學可能你要穿雪靴 要有丁絲啊 對啊 那我們怎麼會去 我在加拿大的時候 我的同學很多都會滑雪去上課 對對對 就很方便 好害喔 在意大利我們沒有馬丁那麼厲害 但是我們一個就是 抽雪假 就是 抽雪 捐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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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捐雪假 抽雪假 我要去抽雪假喔 倾假一下 同學是雪假的 對啊 捐雪假 捐雪假 這個其實非常非常好 而且就是很有人性 很有道德的一個假 我認為 對 我之前 我在意大利有一個好朋友 在公司上班 他就是固定每一個月 他可以請這個假 就是他每一個月 但是固定一定是禮拜五的早上 請這個假 然後他去那裡 大概半個小時內就完成了 他可以這樣有一整天的假 而且有完全的薪水 對 就是法律上是你可以請的 對 他只要捐那個 45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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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45CC 45CC 很少耶 45CC 等一下 等一下 給你而已耶 450ML 45CC 450 450 450 想45CC 我驚奇來一個都超過了 450 要聊那麼低 你這可以捐 450CC的 早上八點都完整了 他可以清一整天 然後他有五這樣 還有六日 所以他每一個月都可以這樣 有一個漂亮的一個連假 然後我那個時候 他就故意禮拜五去捐 對 然後五六日這樣 對啊 那我也有讚美他 我覺得哇你真的很棒 因為捐雪真的不是大家都願意做 而且捐雪很多規定耶 你不能熬夜不能 前一天不能熬夜不能喝酒 不能什麼的 所以他其實要過的規律耶 對 對 450CC就可以休三天 好好喔 而且可以賺錢 而且有錢的 對啊 其實早上是我們也可以請 也有 捐雪的家 可是我們沒有規定是要捐多少 然後也沒有規定是 什麼時候要去捐 像我以前在俄羅斯公司上班的時候 我發現我一個男同事 他也發現了這個事情 他就是常常會跑去捐雪 而且就是老闆要跟他付薪水 一整天的薪水 而且他發現他家附近有一個醫院 所以他早上 就是如果不上去公司 他趕快去捐雪 然後半個小時內講完 然後上去繼續睡覺就這樣 因為那個醫院他就給你一個 呃...證明 證明 而且在俄羅斯更...更誇張 你一邊捐老闆的錢 還有一邊捐醫院的錢 因為捐雪就是要賺錢啊 他這個叫賣雪吧 就是賣雪 比較捐雪 賣雪 那俄羅斯捐雪的 你可以另外收錢 因為... 收多少錢 是要看你的雪是哪一種群組 因為有一些是比較少 所以他們會就比較特殊的 A B型之類的 他還有這樣分耶 所以就可以賺兩次 對啊 所以可以賺兩次 那O型應該很便宜 那像夢多的雪呢 沒有人需要啊 還是有耶 對 我很健康好嗎 所以說夢多先生 你還要付我們一筆 幫你處理掉這些 他不會告他們 奇怪 哦...原來是這樣 對韓國比較特別 就是請假的理由是我們 比如... 雙親大售價 這個跟台灣的概念有點... 有點像 就台灣不是六十歲的 七十歲八十歲的生日 他們不是幫他們那個 開很大壽的那種派對嘛 然後就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也是六十歲七十歲八十歲的 我們的爺爺奶奶 幫他們開一個派對 然後就是... 我們特別的是我們爸... 就是我跟... 我爸爸對我來說爺爺 就是我爸爸... 對我爸爸說... 對我爸爸來說是爸爸 是他們的... 這寶寶貝丘吧 是... 是我的爺爺... 是我的爺爺... 我的爺爺生日的時候 我爸爸可以請假 對...我的爺爺... 不要不要休假 對...我可以...我也可以請假 但是平常都是大壽這種派對 就是開著說... 你爸爸的爸爸生日的時候 你的爸爸可以請假 對...我爸爸的爸爸生日的時候 我爸爸可以請假 我也可以請假 滿好的 我也可以請假 對... 就是兒子跟孫子都可以請假 對...兒子跟孫子都可以請假 對...實講講 對...沒錯 然後...而且是如果... 如果生日派對的時候 大壽派對是禮拜六開的話 也可以請假禮拜五 因為禮拜五我們代表的意思就是 我們準備這種大壽... 對... 但是因為韓國有專門幫我們準備 這種大壽派對的那種公司 然後就是我們給他們付錢 就是我們禮拜五就休息 然後禮拜六就參加派對就好 對...所以我爸爸是... 因為...因為利用這種關係 然後就我爸爸禮拜五請假嘛 然後就禮拜五在家裡休息 然後就是付錢就是給他們做 而且還有我們公司會給爸爸... 那個紅包 對...會給爸爸紅包 我爸爸是比較特別 因為我爸爸有一個公司 我爸爸現在在他的公司工作已經快三十年 所以... 所以那個老闆給他的紅包 台幣十萬多 對... 他很厲害 而且... 我...我記得爸爸說的是 韓國的大部分的公司 都這個大壽的時候給他請假 但是...也是有一些就是... 福利不太好的公司是不會給他們 但是大部分的都給他們 然後給他們...一定會給他們紅包 我之前呢有一個朋友他是在美國工作 然後他當時呢就在美國就是也... 也就是結婚生子了嘛 但是...就是... 婚姻的運氣一直不是很好 就夫妻感情不好 然後呢就離婚了 那離婚呢因為他... 比如說今天離婚 他明天呢公司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會議 他一定要去 其實他心情很不好 因為已經拖很久了 但是因為明天的工作他就... 就是... 振奮精神還是去公司上班 然後到了公司之後 他老闆看到他就是心事重重 然後老闆也知道他一直以來就是婚姻都不是很順 然後就問他說 欸怎麼了你今天看起來... 臉色很蒼白 氣色很不好你怎麼了 然後... 我朋友就跟他老闆說 我昨天離婚了 然後他老闆就...喔我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 替他高興還給他放假 就是替他覺得很難過 你們真的離婚了喔 怎麼會這樣 Oh my God 你怎麼會來上班 你不應該來的 就硬把他... 馬上會要開始了 硬把他呢... 轟出那個門 逼他回家 然後就跟他說 因為你離婚 我給你三天的離婚假 就是付全新給你 你趕快回去 你不要... 你不要趕快... 就把那個會議室的門關起來 你趕快走 美國大部分的公司 都會准這種離婚假 都會准這種離婚假 其實... 其實德惠姐我昨天才離婚 好耶... 好啦 怎樣 還是你也說你昨天才離婚 已經過去了 你要那個時候就講 對...來不及太明媚了 現在只剩你有機會啊 沒有 應該是說就是美國的公司很在意 就是... 員工... 心理的狀態 可能有一些壓力特別大的事情 他們會樂意的給 因為... 他們覺得 如果你來公司 可能會完成... 改變了公司的... 環境氣氛 對... 所以他們會用這樣的方式來... 呃... 就是... 鼓勵他們 而且... 我覺得在美國啊 就是如果不讓人家好好療傷的話 那很有可能他就會培養出一些那種... 你知道... 怨恨在心中 以後就開始發現 變態了 不知道誰去掃射哪裡 誰知道對不對 大家應該知道 我們有人從各式各樣的地方來的 而且我們是有彼此尊敬文化的 對... 所以我要來介紹就是...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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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 然後他是穆斯林教 他在一個IT公司上班 然後就是公司很配合他 就是因為他是比較虔...虔誠的 穆斯林教徒 所以就是他會... 就有時候可能一兩天不在公司 而且公司會多給他錢 對...然後就是有...有其他的... 呃... 好像這個公司有印度教 有...有佛教 然後他們有一些特別的介入 公司也會給他們請假 然後會給他們薪水 希臘是全世界放假算是前三名多的國家 那他們有一種就是有心的情緒價 就是... 你不用任何理由 你只要說我今天不想上班 就政府規定 你有三天可以就是使用這個假期 然後是會付你薪水的 你就只要說我今天不想上班 你就可以不去上班 哦... 怎麼那麼好 不用任何理由 不用任何理由 你就說我今天就是不想上班 我就... 就是突然譬如說起來的時候 就覺得我睡不覺 對 我就好累喔 我就不想上班 就打過去說我要用我的情緒價 我不想上班 好好喔 他可以拆開來用 也可以合在一起用 也可以合在一起用 就是說我情緒不好 但只需要一個小時 我就會平復 所以我只請一個小時 也不知道能不能這樣子 應該是要請一天啦 還是一天一天算的 像我... 我意大利那個... 意大利的老闆那裡 他有跟我分享 他的公司裡面有... 常常有些年輕的新的員工 他們有時候 比如說前一天什麼有... 出去比較晚回來累 他不想上班 他就... 他的媽媽會打電話給老闆說 我兒子今天很累 他昨天太晚歸了 他昨天太晚歸了 什麼... 什麼啦 什麼啦 意大利真的是媽寶耶 真的 還媽媽打電話去幫他請假 你說意大利人都是什麼 會怕喔 其實瑞典基本的病假來說 我們的病假都是有八成的薪水 一定是你可以領的 但是你還有照顧的... 的假 譬如說你的家人生病 你就請假照顧他們在家裡 可是這需要提出任何的證明了嗎 不用 我們的... 我們的請病假是 第八天才需要證明書 那還是需要啊 第八天才需要證明書 第八... 第八天後啊 第八天你可以請七天的病假 所以一到七天就可以隨便請 對 可以 然後就你有八成的薪水 就比如說我今天可能沒辦法上班了 對 因為我另外一半夢多在開痔瘡這種的 對 要照顧他 要照顧他 或者是你要搬家 搬家也是就是有薪水的假 或者是你請假 譬如說請你一個禮拜病假 但其實你跑去滑雪 然後滑到第八天的時候 就摔傷了 然後就真的就生病了 就有病假對不對 對 就就證明書了 就很OK了 播好 但是我覺得最特別 這是什麼 你的價值觀好扭曲喔 好偏差 我覺得最特別的一週假是 面試家 面試還有下 什麼什麼 比如說你在A公 你在我這邊上班 你在A公司 然後你跑去別的公司面試 我還讓你放假 對 而且還有薪水 什麼啦 通常這個狀況是比較 我聽完我都想給他兩八成 因為通常這種狀況是比較特別 所以通常會真的會有用到這個 是比如說你現在就是你要離職 你要離開這個上班 那你還是在這邊上班到摸一天 這個你就是 如果你需要去面試就可以 但比如說如果你 還是繼續在這邊 要公司你只是想要換 然後可能會比較難 但是有一些條件是面試價 這種吃人夠夠的國家好像 這種價也不好再回去了吧 太好了吧 他們的國運真的昌隆嗎 所以有點人的財心 我們日本人在幹嘛 沒有 絕不請假 OK 下一位 等一下 等一下 這是真的 音樂今天 前天吧 到底今天昨天還是前天 哪一天 這幾天啊 這幾天啊 就跟他們雷告的時候 我真的發現日本人真的有一點 太 太 悲傷 對啊 基本上 比如說就是跟你們的國家一樣 有些東西叫做UQQ 這個東西 其實國家認為 這個公司給你 比如說 十天一年都改範 大家都沒有用到 然後呢 一樣 這個十天隔一年 可以變成二十天 不敢請 都沒有用到 像我的爸爸 退休的那一天都沒有用到 就是 但是 而且有極限喔 如果在二十 三十天吧 以上的話都不會變多 所以趕快用完 但是呢 我的爸爸是 應該是三十幾 應該是三十幾年吧 所以是快 九百天 這是很多天的休假 他都沒有用到 那我問你 如果比如說我現在累積到三十天 我可以連續放嗎 如果我敢放嗎 可以 你放看看 對 對 講沒錯 日本人都這樣喔 好啊 你放看看 而且 一個好奇 你們的國家 不是啊 那如果真的放了 你能怎樣 你又不能把我撕掉 是啊 但是有可能是 在公司裡面會被欺負啊 對啊 或調你去掃廁所什麼的啊 而且你看喔 我覺得相信台灣也是啊 你看 一個你要本來是負責一個東西 好 一個公告公司當然好了 那你是本來是公告公司的窗口 那譬如說今天 發你們兩個通告 但是突然不在 那這個東西 好 另外一個同事來處理 但是這個業績變成是他們的 就是你知道嗎 對 被搶 會被搶業績啦 所以我覺得是日本人 不太敢放假的意思 這個架上 會在意別人的衍生 那你們日本人這樣都不放 你們會覺得理所當然不要放 還是你們會覺得很討厭 我就是想放 但是我不敢放 對 對 沒錯 是除非有一些國定假日 非放不可的這種吧 對 那個剛剛講的是 有些那個國家 決定今天放假 就是大家休假的那一天 大家都會休假 但是 就不敢 所以你們還該不會說 驚到說連國定假日 你們都還去上班嗎 有些人會啊 蛤 有些人會啊 為什麼要這樣 而且是沒有辦法拿那個薪水 一個責任 對工作的責任 那有時候請假啊 這個理由罷罷獎有沒有 有沒有用過最奇怪 或是無所不用其極的請假 理由跟藉口的有沒有 很奇怪的藉口是不是 我之前在台灣的公司上班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們本來就是 我跟一個同事啊 我們要去跟客戶啊 就是我們要去開會嘛 然後因為他是父子這個就是 起案報告的就寫 然後在早上他就是把那個 那個企劃的案子就是寫給我 然後說他早上要請兩個小時的假 因為他說他家裡那邊啊 他要出門的時候 他又看到那個 那個老婆婆啊在推他的那種餐車啊 去工作 所以他就是要幫忙他 這一定要 就是過馬路啊 所以這樣子要走路 所以需要一點的時間 然後後來他又是說 因為發現這個老婆婆 其實好像那個 他要去的地方好像滿遠的 所以他也想說 把他板板到那個地方啊 然後可以就是打開那個攤子啊 可以就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一開始也是覺得很奇怪啦 可是也算是他有心嘛 有愛啊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拒絕跟他說什麼 所以我就自己去跟客戶見面啊 然後在那邊報告啊什麼的 然後他下午回來的時候 因為他就多請了大概半天假 所以他下午才回來 然後他下午回來 就基本上就 然後就說 就是那個老婆婆啊 就像送給他 像送給我啊 因為就這樣子請他幫忙啊什麼的 然後就這個 這個兩顆巴勒也是我的代價嗎 就是我整個做說那個 這個報告啊什麼的 他回來 我給我兩個巴勒而已 以前的嚴慣呢 現在已經離... 不是耶 是我壞掉他 因為好幾次 他不來 比如說我們9點開門的時候 就是他就是9點4分5分 就是delay一點點 對我們日本人來到 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 就是雖然我們公司沒有打卡 但是9點就是給我9點到啊 他每次就是delay 有一點誇張喔 然後有一次delay到9點半還不來 我超生氣打電話給他 結果他媽媽接 我覺得那個... 你的... 店的... 哪邊的房間沒有很好耶 蛤 蛤 你不是在林山北路嗎 對啊 但是我的地址是中山北路耶 但是你是林山北... 跟什麼路都沒有關係 是跟老闆有關 欸 欸 是這個原因嗎 是跟老闆有關吧 OK 但是OK Anyway 但是後來我就說 欸 因為那個時候需要那個... 員工嘛 所以拜託一下 他來嘛 然後有一次 這個是真的很誇張 有一次 完全消失 10點不來 電話不接 結果 他終於接電話 喂...喂 那個...那個... 我要飛機要起飛... 我要去飛機要起飛... 我要你打電話給你 飛機要起飛 他要去哪裡 你要去哪裡 對啊 然後 過了兩個小時 老闆 我到大阪喔 我說 蛤 你到了大阪 蛤 你不是上個禮拜跟我講說 叫我去買大阪燒的鐵板嗎 我聽過最吊詭的請假借口 就是... 不是借口啊 說不定是真的 就是那時候我們在拍戲的時候 然後 我們 有一個很重要的聯繫道具 就是沒有這個道具 我們就沒辦法拍 那有一個美術助理呢 他負責帶這個道具 但他人沒到 我們一大早大概六七點吧 對 他大概到了十點 就整個劇組已經 焦急到不行 因為拍戲嘛 人... 道具沒有到 然後我們表演拉了 場地都已經 塞好了 不可能去改 就等到十點他終於來電話 他說他前一天 在收拾場景的時候呢 呃... 這個...看到靈異現象 對 然後隔一天就被鬼壓床了 蛤... 起不來 就是... 他人... 人起來了 但是... 起...起不來 所以起不來 然後還看到了 疑似就是... 呃...這個好朋友這樣子 蛤... 對...然後他說他現在還是起不來 我們就覺得... 那他怎麼打電話 很辛苦 對... 對... 這是... 這是一個... 很迷啦 我覺得 以前那個高中的時候 因為我以前 我高中的時候 那個在韓國很流行 有一個傳染病 就是那個流... 呃...那個流行性 就是鹽兵 就傳染鹽兵 然後... 那時候就是如果... 因為那個鹽兵真的很嚴重 就是... 所以我們那時候 我們國家的政府 就是跟那個學校說 如果有這個鹽兵的話 馬上要他請假 就要讓他回家這樣子 然後我朋友 覺得... 就身邊很多朋友 就回家了 然後他很想要回家 很想要請假 然後就... 他用... 那個... 得到兵的那個人的 就是擦眼淚 或者是什麼 擦眼睛的那個衛生紙 就跟他們要 然後他直接擦在他的眼睛 對... 就這樣子 但是... 重點是他這樣子 就過了一個禮拜 也一直沒有得到病 哇... 應該是太好了吧 他有很好的眼睛就對了 他也超好耶 對啊 他真的很厲害 然後他後來覺得... 他一直想 就我朋友一直想 然後就... 這樣子... 還不能得到病 那要怎麼辦 然後他自己想 然後就... 後來從家裡帶來那個吹風機 然後吹風機吹到他的耳朵 一直... 用那個熱風一直吹 然後就這樣子 體溫會變高嘛 然後他這樣子吹完 就... 直接過去找老師 跟老師說 老師我好像... 發燒了 對... 就...我要... 我要那個... 晾看看 就是老師直接晾 然後晾完老師就直接打他 因為... 他的體溫就快六十度 吹太燙 太燙了 因為太燙 然後就打他了 就是... 我朋友就是... 乖乖留在學校 你那個朋友太怪了吧 而且... 一個耳朵六十度 一個耳朵三十六度 嘘嘘啦 他後來就... 學校就一直... 怪怪繼續堵書 就工作 好瞎喔 我弟弟他在銀行上班 然後他是當... 主管 主管 Anyways... 他有一個員工 然後他... 他好像... 一個週末 就是他有開個派對 然後他喝醉酒 很... 很High 然後就是... 隔一天是... 周一嘛 然後他沒有起床 因為就是... 喝太... 太多了 然後他... 他聽到他收集腦中 然後說... 喔 完蛋了 我不會到公司 所以你知道這個員工有做什麼嗎 他... 打電話給我弟弟 然後他說 呃... 他不能來公司 因為... 漫威有教他做試鏡 漫威找他試鏡 對 他說他做試鏡 做那個叫什麼 永恆組主角 但後來他真的有去... 你們也不知道 沒有 是假的 他是說謊 他用這個當一個理由 所以他不來 但是是因為他輸罪 所以他不想來上班 竟然可以想到這種耶 漫威找他試鏡 那現代人其實我們剛剛講的 都...大部分喔 都處於過勞的狀態 是 那生活勞累呢 有沒有為了要維持體力 有用了什麼樣的方式嗎 我每次維持體力的時候 最...最需要維持體力的是 當我要開車開一段時間的時候 而且我每次就是在... 譬如說高速公路上 或者是那種 就算在塞車 只要是一直持續 讓我直直的走啊 就沒有什麼轉彎 然後一下子停一下走 美國公路那種 對 那種 Oh my God 就是那種很容易會想睡覺 對 然後我會讓我自己想要醒來的方式 我也曾經就是比如說 或者是你知道 就是把頭伸出去 然後這樣吹風啊 什麼的 都不行 然後後來... 你是活喔 我是直接想說 你知道以前卡通 不是拿那個東西這樣撐住眼皮嗎 我就覺得這樣子做不了 那我就只好就是從內在開始 讓我自己醒來 所以我就會吃那種 很涼的那種口香糖 Oh yeah 可是很危險 因為我發現 我是那種 我只能吃一顆 因為我曾經想說 可以吃一顆就是... 夠了嗎 應該不夠吧 我還是想睡 我就再吃兩顆 Oh my God 然後整個是我完全就是那種 衝上腦 就是腦衝血的感覺 你知道 所以就變得我... 我不只是醒了 我還覺得我已經... 就是鼻子好像很痛 妳講那種開場途真的好可怕喔 唯一會喝那種能量飲料 就是在美國開車 對 而且那個公路好可怕 就是有人一直叫妳說 睡吧 對 真的 真的 有這種聲音就對了 有這種聲音 對啊 我覺得很可怕 對 最近台灣盈利益修的政策 吵的是沸沸揚揚的 許多人都開始比較 國外的工作制度 真的國外的工作獨立 有比較好嗎 今天就請新男們 來為我們揭秘吧 我們也是做的這個 針對街坊呢 來做的這個排行榜 哪個國家的員工 最幸福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了 趕快來看 從第三名看起來 我們都是要從中間開始看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三名是誰呢 誰啦 誰啦 抖什麼啦 你說這個工作環境有上嗎 抖什麼啦 這是什麼工作環境 專業一點 穿小鞋啦 瑞典才第三名 瑞典不是福利太好嗎 我以為他成為第二名吧 我們來看一下瑞典厲害 瑞典他們其實 員工的工時好像本來就不長 然後價滿多的 然後最近又聽說他們就是 又要再縮減公司 就覺得他們還滿爽的 就是有 超過一年的育嬰假可以請 然後育嬰假的話 還有薪水可以領 所以我覺得是瑞典最幸福 看過新聞報導說 好像有 放假服務也很好 而且七天如果 並假七天好像才需要證明 七天內好像不用證明 因為瑞典的勞基法就是很保障 勞工他們的福利 就是他們不用出示太多證明 就可以讓他們 就滿輕鬆的請假 而且公司還會提供一些早餐 跟健身房的服務 所以如果是我 我也會想去瑞典上班 阿葉生請問一下 我們上次說瑞典有 那個什麼產假 對不對 生完小孩之後可以放到一年喔 一年半 一年半 六個月 而且老公也放喔 一起放對不對 他們又固定說 就是像我同事以前說 他老婆要生小孩 我想說恭喜你 你是要去陪他嗎 還是怎樣 因為他看起來好像也要走了 他就說對啊 我下午請假 然後我要去陪他十天 陪他十天 這什麼意思 他就說 就是 正要生的時候 就那段時間 媽媽可以請六十天 然後 爸爸同時 就是為了陪他 可以請十天 所以就是還有 額外的四百八十天 是生了小孩之後 就四百八十天 然後那四百八十天 前面的一百八十天 是分九十天是給爸爸 九十天是給媽媽 然後 額外的三百天 自由安排 隨便分 可以全部媽媽 全部爸爸 你可不可以來 當我們勞動部部長 不是 我不能想到 如果這樣的話 就是去瑞典 然後就一直生小孩 生他的五胎 我就可以都不用工作了 對啊 可是如果我們不是公民的話 應該就沒有這個 公民沒辦法 像酸胞胎你就有一輩 一輩 一輩 這樣可以嗎 有 有 所以酸胎就兩年就對了 兩年 等於三年 一年半 那如果生個三胞胎五胎 那等於終身奉已經領到 對啊 都是養你五年耶 對不對 而且他的薪水是照付耶對不對 照付嗎 半薪嗎 好像是有高打八十還九十趴之類的 就是有薪這樣 很好耶 這等於打八折九折這樣給你耶 對啊 OK的 所以在瑞典大家都願意生小孩 對不對 對啊 連我女朋友都想要過去生寶寶 然後再回到台灣這樣 哇 Julie姐妳的意思就是說 妳要跟我搬去瑞典一起生小孩嗎 我 我幫妳 不是 不是妳是剛剛怎樣 知道這個 老公是誰嗎 妳現在是在約我嗎 要我約嗎 我們剛剛從來都沒有在聊這個 對啊 我們沒有在聊這些 是他在約的 好啦 我沒有用指他聊這個 對啊 你不能為了要有話題這樣講 這樣很奇怪 請問一下瑞典是真的 你們自己當地人 你就會覺得我們瑞典真的福利 真的是比其他國家好嗎 其實如果你一直都在瑞典的話 你會覺得很一般般 西中平常 對啊 你就是出國過 你才會發現說 其實瑞典都還不錯 不只瑞典 我曾經在挪威住過一整年 那其實不管是挪威 丹麥瑞典也好 就所有 所謂的北歐國家 他們福利都非常非常好 那我覺得說你要看細節 像那個小蓮跟剛剛說的 就是孕家不只媽媽有 可是爸爸也可以請教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小蓮哥應該很清楚嘛 對啊 除了爸爸媽公阿嬤也放 哪有啦 現在是阿嬤懷孕了是不是 你那邊有那個瑞典的公時福利 有 我看一下 為什麼 工作內容是一週四十個小時 四十個小時 就一天八小時 對 就因為中午休息一個小時 因為他只有工作禮拜一到禮拜五 一五而已 對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包括那個一般的假日什麼 然後跟你一起休 然後把那個休假假起來 就一百四十天嘛 那請問一下你們一天 比如八點到五點 中間中午休息時間多久 對啊中午有休息嗎 通常就是一個小時 有一些是一個半 但是比較少啦 對 兩萬八千一百六十六瑞幣等於 大概台幣多少錢 乘以大概三點五 八萬 三點五 是七萬多 才三點五 這是三點五 一個月吧 一個客人 就是三點五台幣左右 一比三點五 現在 對 快十萬 十萬耶 平均耶 那是平均耶 一天八個小時 中間空一個小時 對 然後又十幾天的假 禮拜一到禮拜五 對 不用加班 對啊 平均休假三百四十四天 多好 是一百四十四天 一百四十三個小時 三百四十四天幹什麼東西 上半十天 對啊 我們來看第四名是 他的下面一名會是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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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下中間 中間很強耶 之前有朋友去德國逛街 然後就是他們的店家都 就其實滿早打烊的 大概七八點左右就關門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工作時數 應該是比較來說是比較短的 對 所以我覺得他們應該滿幸福的 我之前有個德國的朋友說 他們就上班的時間是九點到五點 他們中間是有三個多的小時 是午餐時間 所以是挺好的 我聽說他們只會加薪不會減薪啊 然後就算破產政府也會點錢 因為我之前去德國是留學過一段時間 然後我覺得他們的基本工資很高 所以他們的員工應該比起台灣 幸福滿多的 他們一年好像上班只要一百八七天 你看上兩天班就等於可以休一天的假 我一個月才休七天假 根本台灣勞入命 他們就是幸福 沒話說 剛講的你都同意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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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們中午休息時間不會到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不可能吧 大概一個半一個半小時左右 差不多 一個半小時吃了一個香腸 是這樣子嗎 德國小 還有喝啤酒 還有喝啤酒跟醒酒的時間 好 喝啤酒 德國平均一年休假是一百三十五天嗎 差不多 因為我們週末都不用上班嘛 一般的公司啦 然後我們還聖誕節啊 復活節要休假 也可以放假 然後我們另外還 一年有一個月的假可以請 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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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算是什麼假 對什麼 就一般請假 就特休 對啊 那你們那個生小孩呢 有像瑞典一樣 生小孩我們有 總共有三年可以請 父母 兩個父母一起可以三年 連三年啊 三年 對 孩子滿三歲 你才需要繼續上班 那你們生小孩福利比他們好啊 所以我就覺得 你們拍第四年就很奇怪 你們訪問誰啊 真的不懂 小孩要到三歲才會上班 就訪問香港人啊 那些人啊 對 那那三年可以領薪水嗎 領薪水好像有三個月 三個月都有薪水可以領 只有三個月 其他的沒有 那個還是可以打酒 對啊 對啊 他們剛剛還有講到一個重點 你們不會減薪 只會加薪 只會加薪 台灣人會減薪嗎 會 還有五位 好恐怖耶 你知道有的主管就是很 很可愛 說出來 你又說出你的心聲 有的主管 我們跟瑞典其實很像 大家都知道瑞典的福利很好 可是其實德國的福利 跟瑞典真的差不多啦 是啊 對啊 他的主持人大概多少錢 你現在多少錢 瓜哥應該要請義大利多少 要訂機票了是嗎 大概德國主持人是你們一個月 一集一個月的薪水 我們現在義大利的一個節目 一個主持人 一集 九萬歐元 一集喔 幫我訂票 三百多萬 你先學義大利 我沒有騙你 三百多萬啊 除了義大世界以外 你想去哪 義大利 訂披薩啦 所以德國還不錯 德國還有更多的福利 什麼福利 德國非常注重就是家庭的那個保護 所以如果小孩子生病的話 負面可以請假兩個禮拜 真的喔 對 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請兩個禮拜 然後知心 可是這個有一個問題 有一些人會濫用這個 像我的一個德國朋友 他是一家公司總經理 然後他的一個員工 他請假兩個禮拜 在旅行 這個是可以的 合理的 因為他提早講 老闆可以安排嘛 但是問題是他們 就是那兩個禮拜 工作會累積比較多 然後他回來之後 第一天就說 不好意思 我的孩子生病了 我要再請一個禮拜 然後他 他就說 那現在呢 我們的工作怎麼處理 他回來 另外一個 員工也想請假 所以他就是 根本忙不過來 但是他完全不能說什麼 他不能說不行 你要繼續工作不行 大家不需要出什麼醫生證明 不需要 自由行證 真的 你有你的醫生 你說那醫生 請幫我開一個 然後他就給他看就好了 所以他不用交代得清楚 他只要說我小孩生病 你就可行 對啊 沒辦法 那醫生怎麼連絡 那醫生怎麼連絡 那醫生不用連絡 直接跟老闆講就好了 哇塞 可是這樣 問題是工作還是要做完 所以你看 另外一個人就比較累啊 還是一樣 德國真的還滿喜悅 你是老婆懷孕的時候 他們一般的人會大概是十四個月 休假 但是不是老婆而已 他們也會分享 所以老公跟老婆都會休假 我們法國沒有那麼好 然後就是老婆當然會休假 但是老公就沒辦法 那跟我們一樣 對啊 所以我有一個朋友 這是在跟德國人結婚 他們住德國 然後他老婆是休假八個月 然後他老公是休假六個月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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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很羨慕耶 我老婆生小孩的時候 我沒有休下來 所以法國只有太太能休 先生不能休嗎 不能休啊 阿妮可氣一個也去生小孩 他怎樣生小孩 對 就是休那麼久 爸爸真的有在幫忙顧小孩嗎 有啊 會 會 而且沒有真的 德國爸爸非常喜歡 因為那個德國爸爸 他沒有理由了 因為他不用上班 對 每天在家一天 可是 真的 我們像週末也都很愛帶小朋友出去玩 爸爸跟小孩可能踢足球啊 像我爸爸小時候也是啊 對啊 或是也是煮飯啊 其實德國爸爸也蠻喜歡煮飯 我覺得 了解 好辛苦 但我們現在看第二名是 往前面看一點啦 到底會是 美國 不好意思 可能嗎 怎麼可能 第二名 有可能 因為他們很講究人權 對 我們來看一下VCR 我妹在美國念書 他們竟然可以就是 在 上班的時候帶寵物去 然後 因為之前我朋友他在美商公司 像公司就有提供免費的咖啡跟零食 可以就是讓你自己去取用 員工旅遊的話 他本身就是不會扣你的休假 然後包吃包住這樣子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他在美國上班 他們 上下班都不用打卡 然後而且他們都不用加班 最後一個走的是六點 晚上六點 所以我覺得超free的 因為我記得美國好像是 一年就是五天的那個病假 就是一定要請 你如果去的話他們會覺得說 他們不會覺得你特別勤勞 或什麼 他只會覺得就是 可能你為什麼不在家裡休息這樣 因為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在美國上班 然後主管開會前就會問大家有沒有空 那會等大家的時間忙完再開會 這樣嗎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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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是什麼主題 哪一個 最幸福 我跟你講 日本這哪很不幸福 謝謝 不好意思 針對剛才大家說的美國員工 第一 辦公室可以 攜帶寵物上班 這個我沒有聽過 但是應該是有幾個 比較特別一點的一些公司 會有這個福利吧 什麼意思 你要帶你小朋友去 可不可以 可以對不對 現在那個立法院不是有開 那個育嬰班 育兒班 育兒班 但是我以前真的是帶 那個我家的 黃金獵犬去上班 對 因為他鼓勵你去上班 他們發覺說 你如果帶這個寵物去上班的話 你的工作的那個效率會提高 因為你不用每天在那邊 打電話說 什麼怎樣 而且家裡的全部的人 會和樂融融 所以我真的看到 每個還有帶蜥蜴的 然後還有帶 還有帶蛇的 帶鸚鵡的都有 那應該不是每一家公司吧 當然不是每一家 但是如果有的話 基本上來講的話 那一家公司其實會 那個工作福利會 被Rank比較高一點 所以那個公司 就變動物園了嘛 我家也有動物園 還有美商公司 不需要上班 上下班打卡 我不知道要不要打卡 但是你可能就是 例如說你在辦公室裡 一等金金去你的電腦 就時間開始算 對耶 差那個網路就知道 隨時隨地都會算 有的是插卡 有的是我的個人電腦 我有我的密碼 我密碼一KIN 我就來上班了 你上線了對不對 還有剛才講到一個 我覺得很扯 那個主管 你有沒有太人心話 要開會前 要先問你有沒有空 你還在忙其他的事情 然後老闆說 你經理要把這些事情弄完 那他就說現在開會 你要怎麼弄完你的事 沒有台灣人 現在開會就現在開會 老闆最大 老闆開會都會 所以才會變成 你們要多加班啊 對啊 美國不行 你多加班 就是要哪加班費啊 1.5倍 所以會不會 這是跟你們太濫用人權有關 聽起來 不會啦 美國人很認真好嗎 那杜麗我們可以看一下 你的那個 好啊 統計表 工作內容可自由分配 一週四十小時 跟瑞典一樣啦 一天八個 超過四十小時 八小時五天 那中間呢 午餐休息 就是一小時 差不多一個小時 而且他這個自由分配 不一定是朝九晚五喔 他可能說前三天已經上滿 四十個小時 後面可能就不用來了 或者說多打場一點對不對 你可以自己自己分配 對啦 沒有就是有一些公司可以選 大部分 現在有就是很流行 大家都先 上四天的班 然後一天十個小時 然後這樣子你可以休假 連休假 現在台灣就不行這樣嗎 連休假三好 那這個是錯的吧 平均休假 一年有一百二十四天 放得比台灣還要少 還要少啊 台灣一百二十八 台灣一百二十八是有在放嗎 一二五 但是看你放得到放不到 因為很多特休是七天 但我說真的 很多這些現在的公司 我有問過 很多那七天根本都不敢休 修不到 修不到 然後累積累到後面就直接沒有 有些想說還可以換錢 原來是連錢都換不到 就直接沒有 可是現在一粒一休就不行了吧 一定給休 對 一定給休 都沒有嗎 平均薪水差不多 這裡寫錯 三千 是三千美金 這裡是我自己的三百美金而已 不好意思 你說平均薪水是什麼指揮 像他剛剛講說 少佳說是剛出社會的新鮮人 對啊 就是一般上班族 就差不多這個 就是大學畢業出來工作 就有三千 應該是差不多 也九萬多 九萬多啦 因為他們那個保險 會稅就扣一半 對 他們要扣很多 你要扣稅 扣稅 美國的稅很重 很重 二十幾趴 唉唷 起跳 我有一個問題 如果請假的話 還有薪水嗎 請 就是你要看你怎麼請假啊 就是你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可以請 兩個禮拜以後就要扣了 對啊 就是 所以兩個禮拜特休就對了 對啊 就是特休兩個禮拜 這樣子 請病假呢 病假就是一個月有兩天 那如果就是 如果你沒有需要 就變成你可以 把它移到下個月去 例如說一月有兩天 沒有用完 就是二月就有四天 就很自由分配啊 很自由啦 但是到了十二月之後呢 如果變成一月 就要從你開始 重來 對 重算 所以說病相也有錢拿 是他那個百分之百嗎 對啊 全息呢 那生小孩呢 生小孩呢 但是他沒有拿到薪水 但是他可以 媽媽可以休好像九十天 美國他們還有一個 還滿有趣的事情 他們好像常常會辦那種 就是說 今天特別是什麼 媽媽天或是爸爸天 他那天就可以帶小孩 對 到公司去一整天 對啊 這種很好玩啊 就是你可以就是 介紹你的小朋友 你的工作的 帶小孩來 新的東西是什麼 對啊 帶你小朋友 我覺得他們這裡還滿棒 而且爸爸媽媽也會去學校 對不對 對 去講你自己做什麼career day 一小孩一帶來說 奇怪 怎麼這個小孩 長得跟主管好像 喂 不是另外的姐姐 你為什麼都要想到那裡 不是另外的姐姐 你剛剛在休息室喝了多少 對 而且我遇過一個比較奇怪 奇特的狀況是 那個時候我們的公司有請一些 比如說波多黎各啊 或那個墨西哥 比較南美裔的開司機的 當司機 然後因為他們那個 所謂薪水比較便宜 也比較刻苦耐勞 可是有一次呢 一個公司的主管 一個白人 猶太白人 在這個開會的時候 就看著那個波多黎各人 就講說 You being counter 就是你們這些 薯豆子的人 你知道嗎 薯豆子的人 對他們這些白人來講 是對這些中南美洲 偷渡人來講的一個 非常不好貶低的意思 因為他們很愛吃那些 豆子類的嘛 所以他們就說他們 在偷渡的時候就會薯豆子 就有點像貶低人家的意思 然後那位猶太白人 也只是個開玩笑的意思 沒想到那個波多黎各人 當場就走人 走人就算囉 隔天律師函就來公司了 那我們一般如果在台灣 我現在想要講比較是 台灣跟美國 如果是在台灣的話 我可能就告比如說小梁哥的話 我就是告你嘛 對不對 就說你要賠償我多少錢 對不對 他來的時候 公司律師函一看的時候 我嚇一跳是 不只是告那位白人 還告了這個公司 因為他覺得說 這個公司沒有提供他友善的工作環境 因為美國任何一個公司 都應該提供一個種族 友善的一個工作環境 所以我可能告你 可能只是告了十幾二十萬而已 但公司才有錢啊 所以他靠公司告 就告了幾百萬美金 我也覺得美國是非常好 是因為跟日本比起來 就是日本是那個上下那個 上司跟部下的那個關係 非常嚴重 對 不能反抗那個上面的人 那但是美國是有一點像 大家都 朋友 對 就好朋友 就跟上司可以講自己的意見之類的 所以我現在那個日本的朋友 在美國上班 他說就是美國時間 下班到了 時間到了 就好 我結束了 拜拜就可以走了 可是日本人不敢這樣做 就是老闆還在 就默默 明明就結束了 但是他不敢 裝忙 對 對 然後要等到那個老闆走 然後才可以離開 其實裝忙很辛苦 最累啊 最累的 最累 裝忙是最累的 很累就是你 你分享幾招以前你在公司怎麼裝忙 沒事找事做真的很累 你找了什麼事情做 就是故意上上網啊 然後就是打打電話 就是那老闆在窗外就看到說 這個人還在做事 其實也是浪費公司的電話費跟電費 而且我覺得 在美國呢 他們的這個升遷管道 是相當暢通的 不是像我們在台灣 可能做牛做嘛 做一輩子你還是個小職員 像我有一個女生朋友 她在台灣 她可能就是那種上班 上下班打卡啊 然後每天殺時間等著要嫁人 那種女生 她就有一個機會 三十歲的時候 她就被調到美國的矽谷上班 然後你知道她上班 她突然間到美國 她變了另外一個人 她以前是混吃等死就在混 然後等著下班時間就走了 她到美國她變得很上進 很認真 然後假日會自己去圖書館進修 然後把工作帶回家裡做 我就說你幹嘛啊 就隨便就好啦 結果她就說沒有 因為我在美國看得到我的未來 我這麼努力 對 是有機會的 我是可以換到機會的 老闆願意給我機會 短短她以前在台灣的工程師嘛 大概是五六萬的薪水一個月 短短到矽谷七八年 她現在已經變成他們公司的女強人 總工程師 一年的年收入是兩百萬的台幣 所以她就跟我講說 她覺得在美國是一個很開放的社會 只要你有努力 人人都有機會 她就是努力 她打造她的工作效率 沒有任何人逼她 她主動性的充實自己 結果最後她看得到 她的未來就在那裡 其實美國是蠻肯砸錢 其實歐洲也是啊 蠻肯砸錢 你敢做的話 對 人才 因為我們會希望就是你的員工 變成越來越厲害 他們會鼓勵你做這些事情 例如說 如果你要回去上課 念大學或是念碩士 他有可能會幫你付一半的錢 會幫你出錢對不對 他幫你出錢 如果是跟你的工作有關係 公司幫你出錢沒有差 他等於幫你看 當作機優股在做 對 這樣培養 很有未來 看得到未來 對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 第六名 直接看最後一名 最後嗎 這樣好嗎 你不意外 合理 非常合理 我們來看一下VCR 因為他們上班時間 都是很準時的下班 然後不能超過 超過的話會被國家罰錢 我的日本朋友說 他一剛出來工作就有20萬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福利 比較好一點 我有朋友之前 他就是在 有去日本工作 然後回來他就有聊天 就有跟我講到說 他覺得日本的福利很好 他們的那個底薪都是 然後他們超過三個月 試用期還有20天年假可以用 然後他們同情啊 就是都還有給付 我就覺得很幸福 因為上去是給自己的壓力很大 要求員工比較多 所以可能就是沒有自己的私生活 那就會比較不幸福 很認真在工作 然後在禮貌上面又很注重理解 所以應該比較快 所以壓力應該會比較大 剛才也還有一個說 超過試用期 會有20天的年假 對 就一年有20天的年假 對 20天年假很多 很多耶 台灣多啊 是真的可以用還是說 真的放得到嗎 我覺得有是有 但是 很多人不敢說出來 我要用這個 還有一個 注重前輩 這個他剛剛講 前輩晚輩 上班壓力太大是不是 對 就是小朋友的時候是 學校 老師是最大 對 然後就國中 高中 就前輩是最大 然後就社會 就是老闆最大 這樣的一個 教育的方法 所以就 壓抑自己 沒關係 你要習慣 因為你結婚以後 老婆是最大的 老婆是一輩子 怎麼妮可突然掏心他 對 而且我覺得妮可 瘦了 十分嗎 所以日本的工作內容是 責任加班制 平均一天九個小時 跟台灣其實也差不多 差不多 但我覺得他們遠超過 日本人就是 真的不敢講說 我這麼努力 這個事情 所以就 我要加班費 這個 不敢講的人 說不出口 應該也不敢說 對 有點說不出口 那如果講了有效嗎 好可憐 會得到嗎 就是老闆那個 冷凍起來 或你下個月就可以 對 這樣一年平均休假 一年有133天 好多喔 不錯啊 還滿多的 然後平均薪資 這就指的是 剛剛出社會的 有 25萬 25萬左右 25萬左右 6到7到8 跟剛剛那個街坊 講得差不多 8萬 8萬 然後特有福利是 不管住多元 車錢公司包 是喔 對 交通費 對 那他有沒有給你一個限制 不能超過多少錢 有限制 不能坐計程車吧 對 不能坐計程車 那個就是看距離 你的家到公司的距離 比如說兩公里以內 是不會接你 大概多少錢 那兩公里以上到幾公里以內 就是多少錢 這樣固定的啦 你自己去花啦 對 但是每一個人都有這個福利就對了 對 那你們的那個 日本公司的員工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互動嗎 譬如說 一般上班族的一個團隊 一個部門 就每個月可能是會 強制的參加一個聚會 聚會 聚會 對 日本 日文叫做 喝酒會 喝酒 對 因為日本人很 很開心耶 對啊 常在舉辦啊 很開心 對啊 可是那是跟自己喜歡的朋友 他講的是說 硬要跟你同情 對 上司啊 然後部下都是一起 不會啊 我覺得我們上司 部下都是朋友啊 對 灌醉他就好 對 但是 這個是一個好的文化 但是有一點被強制的時候 比如說我現在 台灣的一個女生朋友 去日本工作 她一開始覺得這個文化很好 很開心 但是越來越她不想參加了 是因為最後一定會 那個老闆是喝醉 然後在聚酒屋睡著 然後就最後要處理這個事情 就是菜鳥的工作 啊 對 很累 然後就好像我不是這個工作啊 然後就很累 明明就已經到了十二點一點 然後就不能回家 老闆說結束之前 那不去會怎樣 對 不行 一定要 一定要去 如果你那天生病 或是你小孩生病 那怎麼辦 就 就看起來好好的 這樣子一下 還要強顏歡笑 因為這個 對 因為這個時間 其實對日本人還滿重要的 因為這個時間的時候 才可以跟老闆聊天交流 對 在公司是不可能這樣子聊天 你以為這已經是最黑暗面了嗎 不是啊 他們生完小孩 還沒辦法 你們是不是生完小孩 要立刻回去工作 對 我剛剛聽了 可以一年可以休假 我覺得很厲害啊 隔天就要上班 對 比如說 爸爸是一定要馬上 就沒有收集 對 然後媽媽也是 沒有幾個月吧 就可以自己可以OK的時候 就可以 就要上班了 回來工作 對 回來工作 所以對 真的很超 所以難怪那時候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開那個 日本拉麵跟日本合作 所以他們會有日本技術教 日本的師傅來 大概來 大概要待在台灣 待一個月左右吧 我們提供給他宿舍 結果一個月後 我就說 欸你們不是要回去了嗎 他說 Paul 上 我沒有要回去 我決定在台灣定居這樣 台灣太棒了 真的假的 你為什麼要留在這邊 他說沒有 我在這個月 覺得好開心喔 這樣 因為覺得那個壓力好小 而且你們台灣 他說我們覺得我們自己 壓力很大對不對 他來看我們覺得說你們好輕鬆喔 是喔 因為他覺得說除了剛剛講 這個喝酒會以外 強制要去喝酒會以外 還有很多人是喝完酒以後 他說如果沒有電車回家 因為那個計程車又很貴 如果過去的話 可能要好幾千塊 他們沒辦法 所以只好睡在那個 所謂的網咖也好 他還說還會睡在 他們就跟我說過 睡在二四小時那種 像樂雅那種家庭咖啡廳 家庭餐廳 因為那個二四小時開的 他就點一杯咖啡就在那邊睡 睡到以後 早上五六點起來 有電車 那有電車一般我們想說 已經天亮 我們是直接去上班對不對 對 破了 他說他是要直接搭那個電車回他家 換好衣服 因為他們覺得說 你如果穿同一套衣服很不禮貌 回家去 坐一個小時候回家去 換了一套衣服後 再直接再過來 所以他就覺得說光這個 通勤啊跟這個喝酒 跟這個應周的這個文化 讓他完全受不了 他覺得說台灣好開心 而且計程車誰朝誰到 對啊 真的 都可以回家 你知道他就好開心 他就覺得決定定居在台灣了 我覺得是真的 因為我去年去開了那個同學會 在日本 好悲傷 然後你知道嗎 我有個同學我跟他約說 那我們就吃飯 別的同學都很好約 就我有一個在日本上班的同學 很難約 他就說 那我們約在我公司 同一棟大樓裡面有一個餐廳 我們說好 那我們就去 大家就配合他的時間去 去到那邊之後呢 他就他說 不好意思我只有四十分鐘可以吃 你知道嗎 為什麼 他就說因為他還要加班 我覺得那也就算 然後忽然你知道 我們吃到一半的時候 他忽然站那個玻璃前面 看著外面 然後就說 他說 他說 你看他 他是很高級的主管 我說的是那個水果的主管 他就說他已經好幾天 沒有看過外面的世界 他說 他已經忘記說 天空就是說 這麼的清澈 我們這天我們就好可憐 好可憐喔 然後他講說現在對他來講 他說吃東西隨便吃就好 他說他最覺得可憐 是在日本公司上班 他覺得沒有辦法回家陪小孩 然後陪老婆 然後沒有辦法固定 就是人家說 聖誕節你要幹嘛 他說他沒有辦法特別的 去跟家人約 因為他有可能 他的大老闆 會有什麼工作 會有什麼工作 或是說他要陪他們喝酒 或者是說打球 好可憐喔 真的很可憐 台灣算不錯了 這樣聽起來 我想問一下 那在日本的平均 這個國人啊 憂鬱症到底高不高啊 真的多 有啊 對就是 看喜賴健的樣子就有啊 他很開朗啊 對啊 他名字就很開心的樣子 喜賴健 就是日本是全世界最多自殺的旅 對 是喔 原因都是 超高的壓力 原因都是工作壓力 太大 因為我在日本的時候 因為我去日本學了一年日文 然後那時候認識的一些日本朋友 我就很好奇問他們說 因為我有一段時間想說 要不要定居在日本 然後在那邊工作 然後就好奇 問一下日本朋友 就是他們的工作環境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剛好就 滿喜歡漫畫 所以我就會對這個行業 有一點興趣 雖然不是要去那邊上班 興趣問一下這樣子 然後問朋友說 你有沒有認識一個在漫畫這一行上班 他說 對 千萬不要碰 他說為什麼 他說 他說這個行業呢 大概平均是 十五個小時左右吧 然後你下班就是掛債公司 你就是這麼累 然後他就是可能只有 他可能只有三天能回家 那四天就是掛債公司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五名是誰呢 是 因為只剩第一名跟第五名了嘛 對不對 還有什麼地方呢 還有法國 法國跟 義大利 有 那我們就來看第五名是 義大利 義大利 哇 來看一下Visia 他們暑假 就是整個月都可以放假 對 就跟小朋友一樣 因為他們 都是有新假 所以很羨慕他們 我之前有看過新聞就是 他們 老公死掉 老婆還可以領他們的退休金 對啊 就覺得還不錯這樣 因為我之前有義大利的朋友回來 然後他就有跟我講說 他們的中午的 午休時間很長 大概是 台灣人的兩到三倍吧 是覺得很好啊 中午可以休息這麼久 我一次去義大利逛福事店的時候 中午的時段 想說整條街什麼的暗都沒開 結果正當我很難過 要離開的時候 整條街又亮了起來 原來他們中午休息時間 有三個小時 太我都想一年去義大利了 你們屬下整個月可以放假喔 對 我們是五週 但是如果你剛好沒有辦法放假的話 跟美國一樣可以累積 比如說你聖誕節的話變成 你們可以多放兩個禮拜的假 他為什麼可以放暑假 是因為配合小孩嗎 沒有 因為我們有一個概念 就是夏季節 每一個人有資格跟權利 可以就是過夏季節 那如果你剛好夏天不想有放假 沒有關係 你可以順便過夏季節 五個禮拜也很久耶 五個禮拜 五個禮拜算還好 五個禮拜 小孩是放兩個月 對 因為我覺得說像 義大利最最最幸福的職業 就是老師 因為他們一整個夏天 有三個月可以放假 而且都有錢 聖誕節 因為你知道義大利是 沒有 這個不算什麼 等一下 因為義大利是天主教國家 對不對 所以聖誕節還有一整個月的時間 可以放假 整個月 福和節兩個禮拜 然後所有跟聖母馬利亞有關的 那個假期也可以放假 而且都有錢 所以你想幸不幸福 好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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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剛剛說那個老公 就是走了之後也可以拿 就是老婆吧 老公太熟了 沒有 太宵敬 是你想 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啊 比如說如果今天小梁哥說 老公走了之後呢 你每個月給我的生活費很多 肯定很多 那你走了之後我怎麼辦呢 對 對 照護的改變 對 當然不是全部 但是大概有80 對 所以退休金的80%都會有 然後大家說我們午休 就是休很久對不對 這是沒錯的 因為我們就 你們知道這個說法嗎 Dolce Far Niente 就是無所事 這是我們自己發明的 那我們覺得說 一定要好好享受生命 吃飯要多久 大概兩個小時 二十分鐘不就可以了 兩個小時 沒有了 大概兩個小時 然後從公司到餐廳 然後從餐廳回到公司 至少要一個小時 不好意思 因為他們吃飯啊 點餐到 坐下來 喝飲料到點餐 就已經40分鐘了 對 還有一個小時 餐廳那麼大 他們來是先點飲料 然後聊聊 大家聊完了才在點餐 可是你們想 可能我們有點誇張 OK 我承認 但是吃飯不是很健康的一件事嗎 就是台灣 我看到你們吃便當 然後痛一下 根本不知道在吃什麼東西 我覺得可能對身體不是很好 不會啊 我們都會看排骨飯 對 吃完才知道沒有 吃完才知道 排骨飯 沒事會看一下 還選便當 好笑 然後比如說 我有一個很好的台灣女性朋友 她去義大利工作的話 她想說 我想要給老闆看 我有多拼命 我有多努力 她肯定會就是跟我說 你好厲害 結果 她被罵翻天 因為在義大利 如果你拼命加班 代表說你沒有效率 然後老闆看到你這樣子說 對 你到底在感冒 你有道理啊 對 對 結果她學了聰明 到最後她說 好嗎 那我現在午休 要休息三個小時 結果那個老闆跟她說 你看你現在學會了 你比較有效率 棒棒棒 她就很開心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個義大利的狀況 一週是三十七個小時 好少喔 少了三個小時嗎 然後一年可以放到一百四十天 然後平均薪資 三千美金 代表這個要看 因為義大利分很大 如果你是一般的上班族的話 可能一千五到兩千歐元 就是六萬到八萬台幣 當然比台灣多 可是沒有多多少 然後如果你是政治人物 一個月是一萬八千歐元 政治人物 政治 一萬八千 那你知道政治人物 一個禮拜工作多久嗎 不知道 三個小時 一天半 一整個禮拜 所以上個禮拜 義大利的新聞 他們有告這件事 然後說這根本不合理 效率好好的 他們 一天半 沒有啦 當然是騙錢嘛 他們去那個國會 一直做一天半 然後什麼都不做 對 然後老師 如果你是大學教授的話 四千歐元到六千 所以其實 就是要看什麼工作都不一定 差很大 但是平均來說 就是一千五到兩千歐元 就這樣子 然後特有福利 我們剛剛已經說 全國一起放暑假 對 生病的話 我們比較特別一點 如果你請病假的話 早上 十點到十二點 跟下午 五點到七點 你一定要在家裡 因為工作老闆 有可能他會把醫生去你家 看你有沒有生病 如果你不在的話 就會被發熱掉 會抓他 可以說話 吹牛這樣說話 所以他有兩個時間 是那個 老師去檢查的時間 對 而且如果他們是 十二點零一分來的話 不算 你可以出去 他們沒有資格說任何檢視 因為他們遲到了 只有十點到十二點 一個五點到七點 才可以來你檢查 好可怕 對 那請問員工之間呢 會有什麼特別的文化 這個比較 我覺得比較難過一點 因為其實 義大利的辦公室是 非常冷漠的一個狀況 而且如果有 通常都很冷 我是 沒有我們幾乎都沒有空調 不好意思 我們是北七福 然後都沒有任何人敢出面說話 我要講我媽媽的例子 我媽媽她是盲人 二十五年前她是市民 但是每一天到上班的時候呢 她是市政府接聽人員 她就接電話這樣 接電話 她的同事每一天早上 她剛市民的時候 每天早上到工作 他們會放一些假蟑螂加蛇 放在那個電話上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不敢相信她是盲人 因為她看起來很獨立 說不可能 你就騙人 而且義大利有很多 他們就騙那個政府的錢 拿到那個補助 所以他們就死了一不小心 他們希望她可以露出馬腳 說如果你現在沒有被嚇死 代表你有看到這個東西 可是每次坐下來 接電話 她就被嚇死了 她以為是真的死了什麼之類的 到最後鬧很大 他們就告她 他們就告我媽說你是假盲人 然後到最後 他們就去那個法院 然後去醫院檢查 她是不是真的那麼人 但這個是我媽媽的例子 當然我比較清楚 但是跟這個有很多 很多每天新聞 我們都在聽類似這樣子 在上班 就是上班族之間發生的事情 我覺得真的很 有點可悲 哇 不會有什麼 不會有同袍愛 完全沒有 比後宮那個 後宮 真的很可怕 對 好啦 我們最後第一名 當然就法國啦 法國 因為法國很長時間 在罷工嘛 我們可以這樣 因為法國一年會有 一百五十多天的假期 然後一半以上 他們的時間都是去旅遊的 我有一個朋友 然後他去法國工作 然後他們工作一年的話 除了平常休假以外 還有五個禮拜的休假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 最幸福的人 好像工作的時間比較短 然後下班之後 老闆不可以打電話給員工 就是完全私人的時間 因為我之前有看新聞說 他們 含牛來都可以 就是不用上班 法國的很多公司都有提供 甜點啊 然後還有 前菜 煮菜 就還不錯啊 有一個朋友在法國旅遊過 然後他去便 百貨公司逛街 那個 因為他們 櫃姐五點都下班了 所以他們有很多時間 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 有甜菜 煮菜 甜點 他很好打嗎 他以為在吃吸體牛排 有這樣嗎 差不多 差不多 真的嗎 人工餐啊 真的假的 但是大的公司 大的公司上一百個人以上 他們一定要自己的餐廳 你們國家的平均工資跟工時 我們看一下 我給你看 這個是 我們法國的 平均一週工作三十五個年 好棒 好棒喔 一年休一百四十天 對 平均薪資是一千一百五十塊 最低的薪水是一千 這差不多 四萬多 差不多七萬 三萬七 這是最低的 三萬七 是不是還蠻低的 很低的 這是最低的 法律最低的 法律規定 對 一定最低的 一般的人大概是八萬 生小孩呢 生小孩 老婆可以是十六個禮拜的收價 但是老公沒有 那有錢嗎 他們現在在聊天 大概我們要罷工多一點才會有 對 你們罷工不夠了 真的 對 特有福利就是下班時間 公司禁止打員工 對啊 誰打員工 誰打 OK 對啊 我們覺得也是 這個是新的法律 大概有一年多而已 但是我們覺得你 你工作以後是 完結 這個還入法 這個還真的入法 如果你要 接電郵 你要什麼接電話 然後要禮拜電郵 也是工作啊 為什麼 剛剛說那個真的很誇張 員工餐廳 一般餐廳 就要有自己的餐廳 甜菜 煮菜 跟甜菜 光那個也是不少的花費 那你們週五休息時間 吃飯要多久 大部分的人 吃兩個小時 你好好 在公司裡面 吃都要兩個小時 對啊 你才法國吃飯 你需要世界 像意大利一樣 要慢慢吃 然後要喝咖啡 可是萬一我公司規模沒有那麼大 我沒有餐廳怎麼辦 那怎麼辦 外面吃 公司會給你餐券 餐券 餐券 餐券對啊 然後大概你付百分之二十百 還是這樣 然後公司付另外一片 然後你可以用這個 你可以去餐廳 那時候也可以去家樂服 什麼的 賣菜 什麼的 所以他等於知道沒有員工餐 他就給你餐券 叫你自己去外面吃 對 而且好像是通用的耶 通用的 對 都可以用 他應該是像那種獻金券那種 獻金券那種 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專門從台灣 去法國藍代學甜點 而且在法國 你們是不是很鼓勵大家 休假放假 我就是想去法國找他 他跟我說 你每年的七月來就好 七月來就好 我說為什麼 他說 因為法國是 那個巴黎市政府 會把真的海灘裡面的沙 運到塞納河畔 把塞納河畔 原本是車子走的 然後變成整片的海灘 不是這樣就沒事了 上面會擺那個 曬太陽的椅子 陽傘 打沙灘排球的設施 還發兩百個比基尼女郎 坐在那裡 沒有 原來不是沒有 那不是外景 然後酒吧 全部就設在那裡 鼓勵你趕快下班 就來這邊度假 來這邊休息 是這樣對不對 對啊 是這樣 哈囉 大家好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按下鈴鐺 訂閱我們的二分之一牆 YouTube頻道 最新影片隨你看 精彩內容不露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